- 大家好我是翁蹦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薑餅人之塔 主線第五章 普通難度 糖果水晶洞窟的全三星指南 那本部片一樣會針對每一個小關有重點的位置以及實戰來提示給各位 讓玩家們能夠順利兌換交換所相關的資源 不過跟第四章一樣 非常多躲光術的忍耐任務請多加留意 那接著就讓我們來看下去吧 再來我們第五章的這個相關的角色啊 主要的話會是用魔法師餅乾以及還有恢復的陽根菊餅乾 另外一個輔助的角色呢 則是使用開心果餅乾 那一個個會來細講原因吼 首先魔法師餅乾它本身的話它是光屬性的嘛 被動的效果就是攻擊命中敵方的時候會有產生觸電 並且會減少對光屬性的抗性 所以你攻擊命中敵方的時候你的傷害會有提升 再來普通攻擊是閃電球 蓄力的話會有連鎖閃電 相關的傷害就是它會有遞減這樣子 連鎖閃電的部分 然後再來小招閃電珠是小範圍的閃電傷害 然後移動呢它是瞬間移動 衝鋒的部分 接著絕招必殺技 召喚閃電則是有大範圍的弱雷區 不過相關的技能啊 持續時間其實都沒有到說很長 主要的話是因為它的冷卻時間比較長 所以這邊要特別留意 然後再來 相關的法寶卡的部分啊 是特殊技能以及還有絕招 暴擊率有提升 以及還會有提升所謂的絕招的傷害是有增加90% 所以整體的技能就是要讓敵方在弱雷區 然後造成持續堆疊的傷害 進而才會有攻擊性的傷害效果 所以這邊我們相關的那個裝備部分啊 暴擊率盡量是拉高的 以及還有暴擊傷害 因為本身他是吃暴擊還有暴傷等等的東西 以及還有所謂的屬性堆疊 那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餅乾升級的資訊這邊來看一下 所有的技能這邊就是有閃電的傷害 對於同一個敵人會有增加 以及還有其他就是有那個持續時間有所提升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然後那個楊甘菊餅乾之前已經介紹過了嘛 主要的話呢是切換角色 然後我們進行可以恢復體力嘛 接著來說一下是開心果餅乾 開心果餅乾只要他滿五星的時候 產生相關技能被動的護盾 基本攻擊還有蓄力攻擊造成的傷害呢 是可以有所提升的 並且切換餅乾仍適用 所以我們這邊是要切換成開心果餅乾給予的護盾 讓我們的魔法師餅乾 基本攻擊以及還有蓄力攻擊他是會有提升的 所以待會呢我們會一直觸發他的被動效果來做使用 那如果未來的其他輔助角色也有光鎖性傷害增加 就可以把開心果餅乾 相關的這個技能直接給替換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好啦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是我們相關的實戰吧 第五章的話呢是要發現隱藏的小鹿 然後我們這邊有觸發了開心果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邊還會有額外的增傷 針對那個普通攻擊以及還有蓄力攻擊的部分 這邊在技能的那個冷卻期間的時候啊 魔法師餅乾他的傷害確實會是比較低一點點喔 然後這邊要注意落石 從上面移動 好堆疊層數齁 然後透過普攻的方式以及還有連鎖閃電 好然後再來反覆的給予那個增益效果 啊 不過還好我有護盾啊 然後這邊用開心果這樣子移動吧 然後這邊要注意一下這個閃電喔 光速炮啦 好這邊巧妙的直接過去 好這邊輕鬆打過 好這邊看一下左邊有那個道路 因為有藍莓鳥 啊哈哈哈 我又讓我自己升下去了 不過還好因為我們有那個體力護盾喔 然後這邊要記得 欸我的招還是CD 好這個傷害的堆疊其實是很高的齁 好我們全部東西都拿到了 這個特效做得還不錯這一邊 好我們5G關卡就完成了 主要的話呢我們一直切換開心果是因為他有那個普通攻擊以及還有蓄力的增傷吼 5G關卡必須要在2分內通過 在那邊空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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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喔 不對他傷害好低 我們這個普攻的傷害是比較是蠻高的啦但是我們這邊是必須要2分內通過所以動作還是要快一點 好 透過蓄力的方式連鎖閃電 好 好這邊快速移動 欸我的移動一直戳到旁邊的箱子啊天啊 他是有什麼陰波攻擊嗎 喔他的周圍是有持續傷害啦難怪喔 好痛啊 好沒事我們還是打完了吼 魔法師餅乾他主要還是那個爆擊跟爆傷的堆疊要上去效果才會比較好 5-3也是一樣要2分內通過 喔我的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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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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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痛死我啦 好這關有點驚險喔 我的走位沒有到說很好 好5-3也驚險打過 其實我們秒數是夠的 就是傷害是夠的 只是我打的有點太急喔 這邊玩家們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關卡 再來5-4關卡被中毒石擊中的次數要小於3次 我以為把怪打下去是有用的欸 好這邊稍微注意一下走位 這個放鬆怎麼那麼歪啊 我一直打到石頭 好這邊注意一下吼 有藍莓鳥吼 所以這邊直接往下 然後再來直接這樣搭上去吧 喔所以你會發現寶庫又發現熊熊果凍他是一起的吼 其實這個提示我覺得是蠻明顯的 我忘記換角色了 欸怎麼會這邊剛好卡一個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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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妙的走位 好這邊又有一個小熊果凍吼 好所以我這邊還剩下一個小熊果凍 哈哈哈哈 直接硬A 好這樣我們全部都拿到了吼 然後這邊 等一下找死CD吧 盡量讓敵方在那個 剛剛的閃電區域裡面 好增益效果要沒了 再位移一下吧 好這樣子應該都打過了吼 5之4打完 5之5關卡這邊受傷的次數要小於10次吼 而且掉落流懸崖次數還要小於3次 要躲避攻擊並生存下來吼 喃躲避攻擊並生存下來吼 虹尼 喃躲避攻擊並生存下來吼 né 我躲在這邊上 可以啦 我們這樣子勉強通過吧 就賭邊邊啊 假裝回個血友在做事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通過 小魚十次我們還是有做到啦 5-6的關卡必須要在2分內通過 我可以飛過去嗎 可以耶 我們增傷的效果還在吼 這個關卡好討厭 尤其是他那個蝙蝠 他還會一直躲耶 沒事還是打過了 可是魔法師在這一關 不是很好打 怪會一直飛來飛去 我們必須要在閃電陣的裡面 才能夠造成持續以及還有光屬性堆壘的傷害 然後這邊也升等了 5-7的關卡 被雷射光擊中的次數小於6次 這個又很討厭喔 稍微留意一下 絲綁 哎呀 小招沒辦法打箱子 喔 這邊寶藏喔 好人厭的光束 喔天啊 齁齁齁 等一下 天啊這什麼關卡啊 啊我忘記切開心果 好痛喔 OK我們先 欸那邊有東西嗎 喔沒有好 回個血吧 稍微留意一下 旁邊這邊有那個道路 然後這邊還是要注意一下不要被雷射光給打到任務的條件 啊 哈哈哈哈 才剛講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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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 天吶 好 這樣子 總該打完了吧 第五關惡意滿滿耶 好我們5-7打完了吼 真的要小心雷射光吼 5-8的關卡受傷次數要小於12次 又要2分內通過 這什麼可怕的關卡 受傷次數要小於12次耶 我的征服怎麼沒了 天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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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認真的嗎 哈哈 哈哈 我想說如果還要跟我打好幾隻我也受不了喔 喔 2分內通過 他2分內通過是包含撿寶物的時間吼 所以那個 5-8也打完了 5-9又要2分內通過 滿滿的2分內通過 如果還要去燃口 5-9 那我認真是輸送在5-5的關卡 超大 我認真是輸送在非常進行 這樣 你說 我真的未來 我會在不存在 他們可以在3-5的關卡 我真的要發動了 還有沒有 我 注意看一下增幅效果還有沒有在齁 好 這樣子我們全部都打完了齁 還是要習慣一下那個開心果的切換齁 或者是如果你們是用其他隻角色 未來是有增加光屬性傷害的之類的輔助角色也是一樣齁 就是要保持著常駐的切換然後維持著可能普攻增傷啊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增益效果 5支持也是一樣2分內通過比速度 3分內通過比速度 呵呵呵呵 等一下 我的燃子會掉下去 對 喔好了嗎 我一直以為有下一關 我們在五之十也打完了齁 剛好怪比較多 魔法師餅乾的閃電陣剛好是可以全部打到的 五之十一掉落的懸崖要小於三次 又是一個尋寶任務 這什麼21滿滿的東西啊 Deesan你很棒 旁邊那個怪打不到欸 天啊 那邊有東西 感覺貌似要跳過去之類的 有路嗎 欸有欸 好然後這邊再切過來 又來了 哈哈哈哈哈 這到底是什麼惡意的關卡啊 超級痛欸 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рек 好啊這邊有寶箱齁 天哪 哈哈 drinking 三過刀 雪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差了 整個會死了 超痛的 手忙腳亂 天啊 哈哈哈哈 完全不知道我在玩什麼 反正我們是過了 這一關也是 非常可怕喔 5-11這樣子 勉強完成 5-12的關卡要在2分內通過 這個蝙蝠真的是有夠討厭的 他就這樣一直飄 這真的是低色的惡意耶 我覺得他這個有點太超過了 他就故意一直這樣跑就好了 然後浪費你一大堆時間 好 剛好打過 剛剛那邊那個蝙蝠啊 第一part的那個 他就一直刻意的要這樣子走 覺得有點 那個可能正式版應該會調整吧 希望 我覺得那邊有點過於刻意 不是很親民 所以我們關卡已經到了第五章了 5-12也打過了 5-13也是一個速通任務 我的天啊 5-12也打過了 浪費時間 3-12也打過了 2-12也打過了 天啊 技能還在CD啊 喔我的魔法是餅乾 天吶 到底什麼關卡啊 越來越難欸 好啦符合第五章啦 媽啊 一樣兩分內通過囉 五隻十字也是一樣 又是一個忍耐任務 我真的被嚇跑 哈哈哈 天啊 低色啊 你的關卡怎麼這麼難啊 還要刻意的卡在那邊 極度清零啊 好 硬AA過了 這種感覺就是 大家就是正常硬AA就可以打過去的東西 好 這樣子五隻十四也通過了 呃 五隻十五這一邊BOSS的關卡 是要使BOSS的暈訊以及還有三分耐耀通過喔 我們透過那個範圍的 疊層傷害好像打的還蠻勾的 哇 天啊 哈哈 哈 這個水晶花真的是有夠討厭的耶 這個水晶花也是用來用來打 要、在這兒還有呀 這個水晶花也也有夠 這個水晶花也有夠 是用到的 這個水晶花也有夠 這個水晶花也有的 那些水晶花也有用的 啊打歪了 哇天啊 這什麼東西 哇啊啊啊啊 根本就是勉強通關了吧 有有難 可能是因為50等的關係吧 我不太確定要不要再升等 目前是50等 我覺得已經偏向是比較極限打過了 第五章章節大概這樣子給各位看 主要魔法師其實還是要依照他的公屬性的疊層 這邊搭配的是開心果的被動 有普通攻擊跟蓄力是會有增傷的 在護盾的期間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一樣那個小熊果弄交換手啊 第四章跟第五章這個是共用的齁 就一樣我們這樣子就把高級經驗藥水換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的素材是還是可以做兌換的 所以就請各位玩家們盡量還是以拚三星為主 好啦 那我們相關的這個第五章的影片就到這邊了齁 就一樣慢慢的在更新 看能不能在搶先體驗的期間發到可能第六章或者是第七章這樣子 沒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是Lunbong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